大家好,我是小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将土豆种在蛇皮带里 土豆的产量一点也不比地里差 想要蛇皮带里的土豆也能高产 那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要准备好种土豆的材料 晒干的杂草和植物藤腕 一个蛇皮带,一土 将杂草和藤腕全部装进蛇皮带里 平时地里的杂草和植物藤腕晒干的存起来 等需要的时候就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杂草和植物藤腕翅制的腐植土 含有丰富的蛋磷甲和多种有机质 恰好土豆最需要的就是磷甲肥 我们装袋时要用脚将杂草采盐湿一些 蛇皮带里的杂草尽可能的多装一点 后期杂草腐烂了 袋子里的泥土会下沉很多的 然后将准备好的泥土倒进袋子里 一个蛇皮带最少要倒两桶泥土 因为我们装的杂草 要在袋子里发酵腐烂 如果装的泥土太少 杂草腐烂时产生的气体 就会伤到土豆的根系 现在已经立冬了 天气会越来越冷 土豆生长的速度也会变慢 现在种植土豆 土豆的根系扎得不是很深 如果我们的泥土厚度足够 就不会伤到根苗 等到土豆蓬纳期时 根系会变得发达 那时候杂草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 已经变成了腐植土 到那时土豆苗的根系 就能吸收到足够的养分 结更多的土豆 前几天在地里种土豆时 还剩余一些小土豆 地里没地方种了 想着就种到蛇皮带里吧 后期我会为大家分享 蛇皮带土豆的掌视和采收情况 关注我 一起看成果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了 下期再见